因為我們算是城市長大的小朋友 很多東西很容易在外地買回來 變相小人發掘我們身邊 大自然給我們那麼多好的東西 你自己是上山 然後你親自去收取這些天然之緣 然後把它變成一些原材料 然後透過自己雙手交織出來變成一件作品 那份的珍惜 我覺得是可以令我很想將這個文件 永遠用下去 我是Jazz 我是Desta 我們兩個都是藝術工作者 我和Desta 其實就是適於我們一起讀藝術學院 一起畢業 我們都會喜歡去執拾一些大自然裡面的物件 然後去幫他找一個可能性去延續它 差不多八年前 我們就開了一個團體叫心邦 我們就希望用一些工作方式形成 跟大家分享究竟我們執拾了些什麼回來 我有一次在掃樹葉的時候 無意中就發現了 當我好像學習村民一樣掃完樹葉 我就會拿去燒 我就忽發其想 我又喜歡寫毛筆子的皮膚 所以我就將那些攤化樹葉 經過了一些打磨 它是由樹葉變成了物質 這樣 幾年前 Jessica和Dexter 移動從城市 到外面的海岸 北方的香港 這裡 他們找到鄰居 在台灣學習竹篇的時候 回到香港 我看到很明顯 他的家裡 會看到很多竹篇的工具 多了很多竹篇的作品 我覺得是很讚嘆 疫情之後 那個時間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定期 Rebecca一起去做竹篇這件事 做一個竹篇的茶質 它精緻得來 其實它很實用 作為一個盛氣 盛在著茶葉 你可以搬上它 然後才慢慢倒進茶壺裡 我一開始看著它 覺得很精緻 和這麼小的尺寸 我覺得不應該可以處理 但誰知道我一開始學 整整整整 我做了三四個月 我會去到中間 很質疑自己的視力問題 因為我們分別用上了0.3 0.2 和0.1 寬闊的竹篇 當它交織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在日光下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 微微的波浪的紋 一條很幼的竹篇 變成一個很實淨的圖案 和有一個望望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傳統工位 有一種很令我著迷的地方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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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開頭和Rebecca學藝的時候 朋友在台灣寄過來的原材料 台灣的竹篇給我們 但到了中間 疫情很嚴峻 我們記得有一段時間 我們甚至乎要學竹篇的時候 學完之後我就會拆散它 重新再織過六角篇 然後到了有一期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留意到 煤屋這個社區有多少竹 我們就想著 不如試用竹來開發一下 研究一下可以不可以 我記得第一次我們用的時候 令到我們覺得有點沮喪 因為一織完出來 它是很容易碎 而且一轉彎的時候就會滅 結果有一次在梅窩住的 另一個哥倫比亞的朋友 他走山的時候 就發現了有一隻竹 看上去就好像我們跟他說過 一本書裡面有的那種竹的形態 我記得我們是很卓躍的 就說是的,就是這個感覺 Since then, they've started collecting bamboo from the forest Sometimes a piece can be woven in days Others take weeks 之前有開始過編一個 真是一個提纜 我都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應該用月來計 但是都未編完 那個要成200條 甚至是兩折的竹棉 所以其實開料已經是一個困難 多數我們做竹片 我們會先去竹林去收竹 做一個刮青的動作 刮青之後 我們就會用一把刀 嘗試把它開造竹棉 之後我們才會再用機器 去整理那個最精準的尺寸 我以前的工作都是用電腦比較多 但是當我們去做竹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十隻手指都會用完 避了避得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摸就可以摸到 所謂的0.01cm的一些厚度 最近去做了一個竹片的工作坊的時候 都是在煤窩去做的 因為我們真的在這個地方 告訴大家你們手上的竹材 就是在這個地方 說得很想哭 突然很感動 因為我們自己去編織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斷 但當我們去跟他們分享這個故事 我們有三百多條的竹棉 我們只是斷了兩條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都很珍惜 大家都很珍惜 其實竹編是一件不斷需要練習的一門功禮 所以在於我自己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你都編了一段時間 會不會開始做一些自己的創作 其實我自己覺得還未夠 反而真的要多些去練習 在這陣子中 那邊去看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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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